哎呦老哥们该淘汰一个人了 这打了半天了是吧 打了一两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是一个多小时往上是多少 忘了 没太注意但就感觉打好长时间了 不淘汰人的 叫沙叫索哈 K10310万有能力考一下 K10同色 哎呦 K10同色有些闹心啊 它要是杂色 其实是偏向于缝的 同色吧 它也不好说偏向于尻不尻 因为它这牌容易被主导 你知道吧 推缩哈 我觉得是不太行的 你这牌推缩哈 推枪口位 这牌太容易被压制了 这牌它可以 真想玩可以尻进去啊 有位置 K10同色结构牌 可以尻进去啊 没玩啊 还是没玩 怕主导 还有一个筹码第一名 是吧 反正这个玩不玩都行 9Q 其实9勾面对 枪口位会更好一点 9Q Q容易被主导吗 QKA这三张牌容易被主导 尻也行啊 尻玩一玩吧 哎呦 他那里藏这么点筹码吗 他也行吧 是吧 也行啊 毕竟他是大盲位啊 他筹码太少了 他就是套职你知道吧 他就是看看翻牌 能中我就给你拼了 中不了就给 直接给你啊 这单一堂不会要的 只要一打单一堂就跑了 大盲位拼一枪啊 拼一点打的 转个翻牌啊 直接负掉 多少都负啊 就是大家的认知 在一个水平线上 就直接可以预判他的行为啊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动作会是什么 直接预判 Mosbok making it look easy you know this is certainly what you want is to be able to continue to chip your opponents down but not play high variance pots continue to lean on them and create more separation and once you've got pretty much all the other players down to ten bigs then you can really unleash the aggression 来看看这手牌 A7 梭哈 有A不梭 是棒水 这个表情不太好 还有他 还有他 有点 疲惫了 打的 加上这一段 不顺 要气掉了吗 A7都不梭吗 梭了 五八 五八这不好说 会不会梭 有可能梭的 有可能 都有可能 五八同色 我觉得一定会梭 但他梭被尻的 概率也很大 他后面是筹码第一名 你知道吧 后面是筹码第一名 说梭了真被尻了 就筹码第一名 你这么点筹码 他尻你的范围 也会很宽的 说这后边又是筹码少一点 这就是跟筹码量有关系了 他这个牌到小盲位置了 是吧 他缩不缩都行 但是你又考虑到后手是个筹码第一名 而且丹地堂 他小盲过后 这什么意思 后边那个 更好看一点 后边那老外感觉 看着更好看一点 枪口味A2 枪口味有点闹心的 这个牌说是 说要是我 这感觉就是说 这个俄罗斯都神 不玩牌的 喜盲 靠喜盲强前进名次 就是我靠盲是吧 我就不打 是吧 然后我就是 是吧 你们打就会被淘汰 我虽然筹码在减少 但是你们被淘汰 我就前进一名 说实在是 我赌神 有点咸鱼打法 你知道吧 往前蹭名次 A6算了 枪口味了 好 这好不容易看见 俄罗斯赌神 打一手牌了 跟空气一样 我看不见这个人 德州普克界的 这帮看见的 俄罗斯大牌的 全都是那种 说实在实话 实际点都是 那种偏怂的人 没看见那种 战斗民族 跟战斗民族 那种彪悍看不见 反而看见 涛尼基那会 在那非常 嚣张的攻击 一个俄罗斯的 德州普克牌手 说他是鱼啊 怎么着怎么着的 还在站起来 弯腰怎么着 特别大的动作 特别大的声音 说那个 俄罗斯那个是 那个 那个牌手是鱼 我那人在那坐着 表情就不太好的 那么沉稳的坐着 不像战斗民族 有可能是偏差 你知道吧 他把那些 熊的那种什么的 就肯定 他住在那 他那又冷 他肯定会有一些 这样的视频 放出来 会觉得他们比较彪悍 事实上看 不如东北人抱 东北人我觉得 比俄罗斯抱多了 但东北人其实脾气 也没有那么爆 也可能是那什么 但脾气 东北人确实脾气 容易爆 哥们就是东北人 但是我是东北人 就完全不是东北人 但是我说的时候 我愿意说一下 是东北人 因为东北人 还是有特点点的 你要说我 不要说我是河北人 河北人像空气一样的人 没特点 哇 丹尼堂 落后这么多吗 6%的胜率 草花来一张草花好一点 草花石 草花Q 哇 这个唐 那手九九队QQ 那手牌打伤了 K 哦 那现在只有K的出路 不如发出那什么 发出草花石什么的 花顺双抽好啊 合牌 啊 唐一手 什么牌来了 还是什么牌 最后一人 什么牌 发的什么牌 葫芦啊 就是葫芦啊 唐一手葫芦 被淘汰出局 哎呀 这FBI哥 跑马起来 运气是真好 跑马不输的 丹尼堂 获得第六名 说淘汰个人 我不希望 把唐哥给淘汰了 说在这个桌子上 我最喜欢的 就是唐哥 把唐哥给淘汰了 哎呀 说实在唐哥被淘汰了 我就稍微有点不想看了 没有唐哥 我这个牌局有点看不下去了 后面的做精彩 精彩牌局吧 后边的这个视频完整版做完 后边的做精彩牌局 后边的人 这里边的人还有两个比较有看点 一个是埃尔腾啊 还有一个是 那谁啊 奥地利组神也挺有趣的 打排起来也有点 他自己的风格在里头 就是他那种 就不一样的风格 你就感觉出来 这个人打排他的风格不一样 就和其他的牌手 就偏离常规 会远一点 有偏离的多一点 你看高期也抢忙 是吧 行为胆子很大 说着在筹码短就推了 筹码440万有点多 84这玩不了 你要说跟一下 也不是不能跟 跟一下倒是可以 大王位嘛 你跟一下 也不是不行 要是我觉得还是别浪老 面对筹码领先者 大王位84这样的牌 我要跟一下 跟一下也行啊 我是不想拿一种牌 跟他磨叽 然后我筹码第一名磨叽了 下一轮就快到 我就小忙了 三张五 三个废物 5 可以下个一个大忙 下个30万 偷一下 面对大王位 我觉得这个90%是要偷一枪的 下40万 这40万下得很像在墙地吃 但是艾尔尔尔反抗不了 他就下个像我说的20万30万 我觉得艾尔尔尔更好负一点 他这下的好像在用筹码抢你似的 艾尔尔尔不想负 但是他又有点那什么 他抵抗不了这个牌 抵抗不了 他的下周圆明显感觉是要抢地吃 但是抵抗不了 就没有咱们说的 其实下个30万 更像你手里有东西 就是你想偷走别人 别人抵抗精神 肯定是越低越好 对吧 他抵抗越高 那我们就是 属于目的失败了 行动失败是吧 他抵抗力高的话 抵抗你了 就行动失败吧 K4 K4 K4也抢有点过分了吧 而且他是连续的抢 我觉得有点过分啊 K4同色还行 我这就是他非常规的 像咱们说这个有看点 这个奥地利赌神 他真的是连续抢 我看着我真的觉得有点过分的 同色还行你知道吧 你就多增加了一点可能性 170万 要不要推了 丹史密斯这个人 也不是任人拿捏的 след call call推都行 他怎么选择 都有可能 forcall allin都有可能 其实allin这时候 手里也挺高的 就是奥地利赌神 他的入职率有些高了 你知道吧 所以我就说 K4他抢帮不太好 他连续抢帮 就是容易这样的 你知道吧 别人拿点没那么好的牌 就是对他 就是对他有可能做出激进的行为 就像奥林这种行为啊 你要是入持力低是吧 别人会觉得那是好牌在入持 他拿到八九 他肯定不敢推你奥林的 我想了半天还是负了 哎呀 让我失望呀 单史密斯 推回去呀 不能让他任意宰割呀 现在奥地利堵车应该意识到了啊 这桌子上现在有人在抵抗他啊 他应该范围收得紧一些了 不能太宽了 时刻根据桌子上的动态情况 来调整自己是吧 以不变应万变 所以GTO是什么呢 GTO就是 以不 啊不是 GTO是以不变应万变 你知道吗 GTO 打的时候不是 你是以变化 场上形式发生了变化 你也变化的应对场上的形式 你知道吗 GTO什么教条主义啊 GTO参加高考很厉害啊 真是的 冲在咱们这儿冲在韩国 考个一流大学很厉害啊 面对死的东西他很厉害啊 面对灵活的东西 他就很一般了是吧 3QA 就是他面 就是GTO 你面对灵活的人 你面对德万那种人 你知道吧 你就对付不了他 你面对那种比较死板的人 GTO对他比较好 这个真的凶啊 FBI哥 这正常啊 这手牌刚才有点说多了 我不太喜欢GTO 你知道吧 最高GTO我就说得有点多了 牌都没看 但一是这位应该起的瑞斯 然后被尻 然后他偷一枪 别人尻了他 这不到会不会 还会不会再来一枪 底时有点太大了 哦 没有投不敢投了 K也有点弹牌价值 A会不会打价值呢 A能可能打一些价值啊 比如对Q 对K 对10 是吧 能打一些这样的牌的价值 或者有一张K嗨 没准也会抓你 他觉得你是买牌失败 是吧 但是这里边我觉得会缝牌啊 咱们只是说一种可能性啊 因为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于买牌失败 翻牌有花是吧 就转牌也有点两张花啊 还有顺 也有点这样的牌啊 就是有可能你这个打 打到我说的这种情况的价值 是吧 我没可以 哎呀 丹尼堂被淘汰了 我稍微觉得有点 有点 情绪上有点失落 我原先喜欢埃尔腾 比丹尼堂懂 但我现在喜欢堂比埃尔腾多 埃尔腾我觉得这个比赛 他打的不是 不是太好 有一些行为 不是 说实在的 没有那么合理 浮调是吧 这强不了 就是在我的印象中 埃尔腾很强 你知道吧 他这个比赛 给我的感觉 没有 就是比我认知的强度 我认为他的强度要 很强 要低了一点 你知道吧 稍微有点那什么 就我个人的角度而言 翻牌AA高 小盲对大盲 有张K不错 打还是过呢 筹码第一名 打一下也行 保护一下对K 看看你什么情况 试探住 六七剖掉 要是我就剖掉了 不和筹码第一名 在那下浪着 别和筹码第一名 在那磨磨叽叽 磨磨叽叽 人家筹码比我多 我跟他在那磨磨叽叽 什么呢 他筹码多 就是比我优势大很多 我是劣势 他是优势 我跟他在那磨磨叽叽 磨磨叽叽 我就觉得 我就找死的嫌疑 形势就是 人家的形势比我强 是吧 我想 我想扳回这种形势 我得找机会 找到好点的机会 然后再去那什么 不能和他在那 和差不多的形势下 和他对抗 因为他有优势 所有的情况 资源都是一样的情况下 肯定干不过他 对吧 哎呀 像哥们就是 就是 大多数人都这样 你知道吧 这大多数人都是 就富人 他生活在家庭 确实有优势 富人教你 对社会的认知 什么都不一样 比如教你怎么赚钱 完事追求自己的事业 或者 以兴趣为主的 实现 就实现人生价值 大多数普通人的家庭 都是让你教你怎么上班 好好上学 完事就找个工作 去当一颗螺丝钉 完事的教育你 都是 都是当螺丝钉 你知道吧 找个班上 亲戚狠狠的 给老板打工 都是让你这么做 你知道吧 有起点就是不一样 资源不一样 但是富人 有钱人 也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好 你知道吧 我那天 我那天刷抖音 听王思松 讲过一个故事 就他有一个朋友 死了 就王思松说 我觉得他 他找不到 自己的人生价值 王思松马上又补充说 这是我个人 推断的原因啊 就是他活着的意义 他没有活着的意义 为什么活着 就是当你也有钱了 完事吃喝不愁 完什么都有的时候 你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你知道吧 人得有活着的意义 这是刻在人基因里的 因为这个生命 要不断的传承下去 你没有意义了 你就会非常痛苦 你知道吧 所以那时候 王思松 说他那朋友 他觉得是可能 觉得找不到 生活的意义 你知道吧 就像那 还有一点也是 那个谁 那个搜狐的老总 搜狐的老总 叫张朝阳 是吧 张朝阳也是 当时就为了追 追钱 以为有钱就快乐了 结果说 我一有钱了 我是痛苦 我非常痛苦 我钱都有了 我想买什么都买得起 他我很痛苦 后面上大学教书去了 教书当个老师 他一下快乐了 就是他活着有意义了 你知道吧 教书育人 传授那些高深的物理学知识 你知道吧 人生得有意义 你知道吧 像包括那谁啊 其实 房祖明你知道吧 他也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唱歌唱不过他爸 演戏演播他爸 他又不缺钱 你知道吧 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你知道吧 哎呀 教教大仙 大家比较 这种 深层似的东西 不能说骄傲 这么 这么吹自己不好 就是 聊聊吧 聊聊自己的人生体会 聊聊天的东西 聊聊天的东西 聊天的东西